第三种情况 其实这种约束力已经比较弱了 就是可以 是一种可以的情况 其实不用复旨的时候 或者是不出现在否定距离的时候 有些比语还是可以前置 比方说寡人是争是寡人争是 寡人是问是寡人问是 方成以为成 是以方成为成 以得借此方成放在前面 没有任何条件 当然有的同学说 这里会不会是跟队偶有关系呢 寡人是真寡人是问是在队偶剧里面 方成以为成 汗水以日为池又是在队偶剧里面 队偶剧能不能看作是一种 比语前置的条件呢 我想这是 因为在汉语当中 这个队偶 是一种 很强的 聚法条件 就在这个队偶剧里面 很多一般的聚法规则 都可以被打破 好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 对队偶前置这样一种现象的性质 究竟应该怎么样认识 到目前为止 学术界 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上古汉语的队偶前置 其实是远古汉语的一种残留 换句话说 在远古汉语当中 所有的队语都要前置 到上古汉语当中 只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 才前置 第二种认为 上古汉语的队语前置 其实是基于语用目的的 一种语序变换 为了强调一些东西 我们就会把它往前移 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两种观点 我们不对这两种观点做评判 大家自己去评判 哪一种观点更有道理 残留说是王立先生 最早在汉语词稿里面提出来的 我们用它在汉语语法史里面的论述 他说在原始时代的汉语里 可能的情况是这样 代词作为宾语的时候 正常的位置本来就在动词的前面 像法语一样 到了先秦时代 由于语言的发展 这种结构分为三种情况 大家注意 王立先生在这论述也是很严谨 第一它是一种可能的情况 是一种推断 因为远古汉语 没有语料可以供我们去查解 那么第二 是代词比语 都在动词前面 到上古汉语呢 只保留了疑问代词 和否定距离的代词 也说王立先生这里并没有说 在远古汉语里面 所有的比语都是在动词前面的 好 下面我们看那个 语用目的的 这个代表性的学说 是石玉智先生 在汉语语研究的 类型学视野里面 谈到的 说这种语须变换 是当时的一种语法手段 不是更早语须的残留 因为只代词在疑问否定 强调句实中变换顺序 是人类语言的共性之一 更重要的一条理由是 在从句之中 在从句之中 即使只代词 也没有这种语须变换 例如 知我者为我心忧 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因为这个不知我 是跟者组合 不知我 是跟者组合 它是一个从句 说在从句的位置上 是不知我的人 所以不能说不我知 何求它没有解释 何求 就是一问代词往前跑 在人类语言里就更常见了 大家都学英语 对英语的语感 我想不必我再多说 你们英语比我好得多 好 那么 十一志先生刚才的论述 背后的类型学的背景 是格林伯格 关于人类语言普遍现象的观察 格林伯格的这个说法是这样的 他说SVO或者SOV所指 是这两个概念 我们说一种语言的语须是SVO 或者说它是SOV 它的内含不仅是V和O的位置关系 而是作为一种标志 同时涵盖了修饰成分 和被修饰成分的相互位置 格林伯格根据他所观察到的人类语言的共性 他列出了若干条 一些共半生的现象 就是有A必有B的现象 如果一种语言的语须是SVO 那么定语和中西语的位置会是怎么样的 这也是其中的一条 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论述的 他说SOV就是说 如果B在动词前面这样的语言 绝大多数是后置性的 那么所谓后置性 就是借词不是pre-positional 而是post-positional 汉语里面是这个借词在前面的一种语言 对吧 古代汉语的于 以 那么现代汉语的拔等等都是如此 而日语里面名词短语当中的no 或者是动词短语当中的o ni de 说在哪儿一定是 比如说桌子在桌子上面 它是词块ni 不是在桌子 而是桌子在 所以 日语是SOV型的语言 因此它是post-positional 假如说上古汉语是SOV型的语言 那么它也应该是post-positional 但是根据我们的古代汉语语感 不是这样的 这个第二条 后置语言中数格几乎总是在前面 denative就是 比方我的书 我的书 人家说如果是这个SVO型的语言 那么就应该说是 这个 我的书 在这一点上 汉语是吻合的 第七条 如果一种语言是SOV 语序占优势 或者只有OSV语序 作为替代语序 那么 副词修饰语 在动词之前 这一条 这条 其实汉语比方说我们的语感 现代汉语跟它是完全违背的 所以汉语的语系很奇怪 让很多语言类型学的专家非常头疼 因为汉语是现代汉语是SVO型的语言 但是副语修是语总是在动词之前 而不是在后 不是像英语一样 很多副词是放在句末的 对不对 好 这个 李纳和汉语森 这个 这个观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远古汉语SOV 上古汉语SVO 现代汉语SOV 那么它这个 当然 是一本书里面提出来的 有很多的论证 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 好 下面我们说一下 这个所谓定语后制的问题 我们主要是介绍一下 一些学者的观点 定语后制 我们看到的文献里面 玉敏先生在1981年 写的一篇文章叫道具探员 提到说 在汉藏语系里面 原始汉语跟藏语都保留 汉藏母语的特点 就是宾语在前面 动词在后面 中心语在前面 修士语在后面 宾语在前面 的例子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宾语前置的情况 定语在后面 在后面的例子 有没有呢 说到这个定语后制 大家讲的最多的就是 所谓的大名冠小名的例子 成谱就是谱成 这是大名冠小名 这个 成是一个大共名 谱 是小名 按照我们一般的语区应该是谱成 但是在左传里面叫成谱 再比方说这个尾鱼 鱼尾 鱼是大名 尾是小名 左传里面鸟巫 鸟是大名 巫是小名 孟子里面草戒 草是大名 戒是小名 就是戒草 巫子里面讲秦独 秦是大名 独是小名 那么通过这些例子 俞悦认为古代汉语 有所谓的大名冠小名的这种现象 对这些例子呢 俞敏先生就说 这个古代汉原始汉语 我们假想中 在很久远很久远以前 什么汉语 枪语 藏语 缅甸语 等等都是一种语言 后来才慢慢地分化出不同的语言来 在那个原始状态当中 总是定语在后面的 除了与业举的例子以外 于敏先生也发现了一些残存 比方诗经大雅里面的桑柔 这是柔桑 柔软的桑树条 一经里面 第二个九叫做九二 于敏先生找到了藏语当中平行的例子 其实这个定语后制 就目前我所看到的文献 最早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 进行论述的是行公晚先生 他在1947年 专门写了诗经中这个中字道致的问题 比方说 葛之谈息 异于中古 中古 他就说是古中 是在古中 绵延 范比伯周 再比中和 中和就是和中 对这样一种大名冠小名的现象 也有的学者举现代汉语方言的一些例子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向孟斌老师 我们现在向孟斌老师 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汉语一些南方方言中 出现的类似于大名冠小名的现象 不是偏正结构的异序 而就是正常的修士语 加中心语的顺序 在为同一事物造词的时候 选用不同的中心概念 这是一件极平常的事 像方言中出现的 邓板 猫梨 花菜 棒冰 等 普通话的语续 与之相反 普通话是板凳 梨猫 菜花 冰棒 是不是 方言里面可以倒过来 倒过来以后 这个中心概念不一样 他认为只是一个 命名角度 命名方式的问题 从这样 这些问题上 不能够证明 远古汉语就存在 所谓的 这个 异常的语序 就定义在后面的情况 所以他认为 这个持续的颠倒 其实没有影响句法结构类型的改变 也就是说 板凳 板是定语 凳是中心语 凳板呢 凳是定语 板是中心语 结构类型是一样的 只是中心概念 有了变化 下面 向老师又从 大名小名这些概念 和修士语中心语 这些概念的层面不同 来 对这个问题做了 这个论述 这个大家自己刻下看就好了 另外介绍一篇文章 就论汉语发言中 中心语修士语的 反常 持续问题 发表在方言 2003年第三期 丁先生的观点 跟向老师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是他也 不认为这个大名 冠小名 就是定语在后的 这样一些 这个 现象 比方说 南方人说 牛公牛母 北方人说 公牛母牛 其实南方人说 牛公牛母 意味着 他们牛妈妈 牛爸爸 好 最后这个 跟表情的动作 数量有关的 磁序问题 我们就 不多说了 因为跟课本上讲的 基本一样 最后呢 我们用几分钟 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古代汉语 被动表示法的问题 通常讲到 这个 古代汉语的被动表示法 大致就是 有这六种类型 一个是 一个动词性的成分 加上 鱼 引出 A A是失事者 Agent 第二 是 用介词为 引出失事者 放在动词的前面 做状语 第三 是在动词的前面 加上一个 主动词 键 就所谓的键杀的问题 第四 是把 一三 两种形式 组合在一起 形成 简 为 批 于 A 这种格式 第五种 是 在第二种类型的基础上 在动词的前面 加上一个 注词锁 最后 就是 我们现代汉语 常见的这个被子 感谢